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ky Wynman 这次有Arno做嘉宾 Arno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先向上 上证组合指数升36.3564点 新证成分指数升113.15169点 护心300升68.5151点 长热板指数升48.3537点 恒指方面收部27996点 升208点 国企指数升109.10174点 大股市成家有1510亿 今早上内地公布了一系列数据 大股市亦掉头回升 最多升300多点 但下午之后的港股 升幅也收窄到差不多200点左右 今天升势都相当不错 好像科技股 甚至是金融股 都升起上来 会否说现在市场 虽然企不稳在28,000 还可以继续向上提 主要短线来说 有机会扭转一些金融股 特别是传统银行 简单一点 在路红股 走势短期来说有憧憬 所以在特别路红板块上 虽然一只建行不多 但是中交建全部交在一起 推升恒指的动力会是有的 所以短线来说 市场会继续看技术反弹 这一刻我觉得市场 一步步地收复了湿地 收复了多少 短期来说 之前说过 站在27,500层上 再一步向上看 虽然今天站不稳在28,000层上 也不代表什么 只是做好心理准备 下方支持位可能27,500左右 但是问题就是 是不是今天站不稳 28,000 明天站不稳 我们觉得未必 先看一段时间 现在只是试28,000左右 差4点 你不需要计得这么执着 短线来说 再上27,800 下一个阻力位就是20天 保力加通道中续28,300 接着又50天 28,500 比较大的阻力位 后市来说 就是28,500左右 如果整个7月份 要扭转到先低后高 即突破今个月的高位 暂时还未去到市后高 但是看今天的经济数据 或者市场对经济展望上的看法上 我觉得是偏乐观的 而说7月中业 其实这段时间 很多不同企业发映起等等 企业的盈利能力 我觉得有机会支持股价 股市 继续靠穩等等 所以短线我觉得 虽然今天上不到27,500左右 即是28,000 但只要收到27,500左右 都看法仍然是乐观 短线来说 相反地市场不升 如果越升上去 你买东西的直播率 就自然是越低 所以这些市况的话 我觉得 要么又继续持货 不改变的策略 但是这个大前提 就是你审视在过去这几个月 你的performance 是不是你的仓 是不是可以跑平行之很多 如果都是performance差的话 尽量执创 你可能估计一些弱势的股份 拿回一些当炒主题 这些我们平时节目也说 但是如果拿出一些大陆股份 老实说 那些大陆股份 包括银行股 一些科网股 那些情况 有部分有些好转分 有些少少憧憬 那就继续炸 这个市场方面 就是说五川 是不是七千五 都不会想减资保储 好啊 见到其实今日内银 几只建行 中行 公行 今天都创过今年的新低之后 有一个倒升的情况 见到人民银行 亦都今日正式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 大概是1万亿元 其实今天见到建行 它的升幅最大升超过百分之二 现在普遍的内银 都有七厘八厘息左右 长摆的话 现在这个价位买 是不是又可以赚息赚价呢 其实去到今天低位也好 就算今年的高位计 股息率也是吸引的 如果你用长线投资角度上想 什么时候都能买得 但问题是我们讲真正的长线投资 因为你要明白 就是说股息方面 在股价上面撕回给你 如果你纯粹想收息的话 你自己制造也可以 在银包生命拿出钱出来给自己 道理是一样 但是你讲长线投资价值 我不会说浪人股没有 今年的浪人股 绝对有长线投资价值 长线投资价值是什么 就是说经济随着疫情慢慢淡化 很转化 经济活动好上来 资产质素改善 从而令市场有信心 他们有稳定排斥能力 第二方面就是说利率 未来会慢慢慢慢上升 他们的息差有机会扩阔 从而有个可观的盈利增长 这些就是长线投资价值 就不会只看股息率有多少等等 纯粹从股息率角度上看 没有太多意思 高息那些代表什么 可能纯粹有很大的风险因素 有机会排很多等等 所以如果你看浪人股 今天就是配合了天使地利日 内地公布出现经济数据 经济状况其实是OK的 我们说不要看GDP是差过预期 现在真的差过预期0.1个百分点 而里面的细数六节分 看到社会零售、工业增值 顾头这些 全部都是比预期好 经济状况市场有信心 第一方面对浪人股利好 第二方面就是说今天做的MLF 操作上面也都在见识 我觉得利率未必真的会向下行 钢筋只是说可能突然货币政策转变 但是内地理与货币政策 都不会有太大变动 这些利好浪人股的整体色差表现 所以我觉得浪人股有机会 就是修复6月以来部分的失地在 短线今天比较建议 因为始终那时做些短炒的 因为这一刻我不会说 长线投资是什么时候做到的 不需要说今天想 但是今天反而想的是做些短炒保处 短线趁浪人股的势头转变 不如试下踏上风车 我们是这样想 就想回招商银行 如果你看招商银行三九六八 今天收到差不多接近地坏 我觉得短线来说 收到六十元以上 其实都会继续炸 但是当时你再下来 今天整支羊竹吐了 已经是很严重的事 所以短线部署变化了 这十天线作为一个指站 指涉坏 五川的一摊 它逐步逐步收复关于失地 第一步就是看七十元在这些位置 所以短期来说 短线最直驳 都是以招商银行为主 好啊 要选择要选招商 另外今天的焦点 是腾讯 阿里巴巴也是其中之一 看见两个表现都不错 阿里巴巴升百分之二 腾讯也升超过百分之一 因为 巨报 阿里巴巴和腾讯 也会考虑生态互通 消息指两大平台 合作最先体现支付功能 阿里会在电商平台 包括淘宝天猫上 引入腾讯的微信支付 腾讯也会给微信小程序 接触阿里部分的服务 其实这个消息 也带领两个股价做好 但是这个消息 对于哪个得益是比较大 其实不会太深入想到整件事 哪个得益比较大 相反地现在市场解读的东西 就是说内地很关注 他们垄断的问题 是 例如一个最简单的角度 就是 向来 天猫、淘宝平台 只用到支付宝 微信 腾讯旗下的平台 只用到微信支付 两者不通的 他们觉得很不方便 消费者 他们有一个垄断状况 现在他们只是跟内地的政策 去开放 一个最简单的想法 市场就是觉得 当他们听话 愿意开放市场的时候 那管理监控风险 就自然减少了 因此性上 但是这些不靠谱 短期来说 虽然他们说可以开放市场 但是不代表内地完全不会去打压 不会去完全 有任何垄断的迹象 它不会去搞 所以我们不敢说 科网股完全摆脱一个风险 而整件事 你看到 现在市场比较担心 或者今天沽压相对比较大 反而是那些真的做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或者在云业务上面 譬如微盟 有赞 或者是疑卡 这些 今天都是在跑输的市场 或者跟不到科技股走上去 所以短线来说 反而是担心关注 是害怕这些 你害怕的就有 好的 受惠的 我们相信不多 未来整个版法 如何有机会受惠 譬如看腾讯 阿里巴巴 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就纯粹看 没有坏消息 就当好消息 只要没有一些监管政策出来 突然间见到这些情况又转差的话 又是希望他们逐步逐步修复失敌 但是问题就是 真的希望他逐步逐步修复失敌 如果来这一刻去买这些股份 纯粹说希望内地的政策 是记住希望 我们控制不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是太过建议主 始终风险政策仍然是大 所以科技股 腾讯阿里巴巴这些 有货的 我觉得既然都hold到这一刻 就继续持住 就是加注、购货、去买、去看好 就未是时候煮的 相反地就是说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说 会不会中期业绩 看到开始有些盈利增长 货币的趋势出现 这个就是未来面对着的风险因素 但当然你用了 调转一个角度 如果出现业绩 看到原来市场虚拯一刹的话 有机会升上去 所以暂时来说 科技股的策略 我觉得都hold到你一刻 要走 之前走了 既然叫过很多位置 都没有的 那你一刻 就继续抓住 短线来说 希望捱过最坏的时候 腾讯520元 阿里巴巴200元 都被它搜到的话 我觉得就继续向上 看看逐步逐步收发失地 但不要期望它升太多 但刚才提到市场 担心这个消息 对于SARS股的影响 就是特别大 其实看到微盲 亦都跌到近年的低位 是不是这个时候 要走货 还是怎样 走 你这些位置走又很尴尬 因为害怕 我们之前说 可能要猜猜一下 市场真的靠股 所以你这些位置止蝕 你亦都有机会取消 可能这样去打了上去 你会觉得错了一阵 真的会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明明我们会建议 这类型股份 始终跌势是明显的 政策风险不明确 这些如何做 你要定好止蝕位 但不是说这些位置 立即走掉 微盲角图 其实你看到 如果再穿13元 真的挺差的 我们会建议 部署上面弹性一点 如果穿13元 走一走 它回运回再去买 但你不要等它 上到14元的位置 才想去买 所以暂时来说 以13元作为一个分岁 如果穿了 真的走了 但如果不穿13元 老实说一句 不要说到17-18元 但15元也不足够 所以如果真的想减车 到时看它什么形式 先上15元 如果你看到市场是虚拯一场 可能就会升分数 有些大行未明 都还在看30多元 所以现在说 你要明白就是 SARS股 是面对着很多 不明朗的政策风险 究竟会不会有事 没有人知道 大家处于一个股下阶段 但当然 别人恐惧那段时间 你选择去贪辑 拨打就OK了 不OK的情况下 其他人大部分害怕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穿13元再下去 所以我们不会建议 在这些位置 选择用别人恐惧我贪婪的方式去拨打 相反就是说 穿13元就走一走 短时间来说 我觉得不要乱这么顾底 另外今天 众安在线6060 都是焦点股份之一 看到收市升了1成6 原因就是 出了保险保费的数据 上半年的保费收入 按年增长加速至到4成5 增幅比去年全年的1成4 就是高价 看到瑞讯也出了个报告 也预计 组安在线 上半年税后的淨利润 将会按年升1成2 但是就干它的目标价 都是看到47元 今天升了这么多 会不会是升过农呢 其实升得真的很厉害 但是是不是升过农 升得很过火 众安在这么多科网股里面 看法我又觉得最尴尬 因为虽然你说 fintech 概念上面很强 但是其实你看上年 众安在线已经是说 整个收入 他们的保险业务 做到规模效应 其实保险业 你最要紧要做得够大 发挥到规模效应 接着开始将成本 分摊出去 那你就有钱赚了 而众安 其实上年 都开始见到盈利能力的时候 你现在公布完的数据 上半年的保险收入 还升了这么多 预料 我想那些人是在拨击营起 你未来中安有机会发营起 中期业绩 可能会有一定的充劲 但是问题 今天股价升成一成半 我觉得真的有点太乐观 所以短线来说 我只能够说有货 插到这一刻 那么就继续插出 很多插科网股 如果每个都在保险 你都会有阻力高 这或是会上升 我会看到 那种选择总理 就是现在的 情况未必是差的 那当它升回而起 就是想要放置要 想要做中线持有 但是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按照过去的 如果他再继续 如果这些位置 放过去的话 之前又不是沒衝過上去 但是就看幾次 中安50元的位置都很難記得找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如果真的站在50元的位置 回到44、45元這些位置都有機會 所以有貨 這一刻只會說有貨做好風險管理 如果看它真的開始突破不到50元這些位置 考慮take profit 可能有機會44、45元這些位置再去買 好啊 沒有貨的朋友暫時不要想著 也麻煩你安勞蘭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發有沒有遲到以上提報股份 謝謝大家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和Anno談到這裏